同学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篮球教学科研团队 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篮球课堂 双手胸前传球是一种平直、切、快速、准确性高 易于控制便于结合其他动作的动作方法 可在不同方向、不同距离中使用 便于和各种假动作以及投篮、突破等动作结合运用 双手胸前传球的动作方法 双手持球于胸腹之间 两种自然弯曲与体侧 身体呈基本站立姿势 平视传球目标 传球时后脚蹬地发力 身体重心前移 两臂前伸 两手腕随之内旋 拇指用力下压 食指中指用力拨球并将球传出 球出手后 两手掌略向外翻 动作关键 手腕内旋 抖腕拨指发力 双手胸前传球的练习方法 原地对船联系 摸标志筒 对船联系 对船接力练习 对船接力练习 双手投上传球 是一种抽抽点高 摆臂动作幅度小 便于与甲动作结合的动作方法 常用于中近距离传球 如抢篮板球后的传球 外线的转移球 以及向内线高调球时使用 双手投上传球的动作方法 用双手持球把球置于头上 两种微曲 传球时利用小臂前板 手腕内旋 并前驱 手指拨球 将球传出 距离远时 可增加蹬地 跨步和腰腹用力的力量 动作关键 小臂前板 抖腕波指 双手投上传球的练习方法 近距离对船练习 远距离对船练习 单手肩上传球 是一种传球力度大 球速快的动作方法 常用于发动快攻 和中远距离转移球 单手肩上传球的动作方法 两脚平行开立 右手传球时 左脚向传球方向 跨出半步 右手靠左手指 拨送球的力量 将球引到右肩侧上方 走步外展 手腕后仰 左肩对着传球方向 重心落在右脚上 随之右脚蹬地转体 右前臂迅速向前挥摆 手腕前驱 通过食指中指 拨球将球传出 球出手后 右脚随着身体重心 前移而向前迈出半步 保持身体平衡 动作关节 肩关节充分外展 发力时 走关节领先 全身协调用力 单手肩上传球的练习方法 原地对传练习 抢篮板球 抢篮板球 长传练习 今天讲述的内容到此结束 请同学们课下认真练习 下节课我们再见